你和刘阳说什么了 讨论了一下关于世界和内心的严肃话题 其实我有点想要试试看 能不能招揽他 我这边还缺少单独能为我查消息的人 只为我一个人服务的那种 这种的话相对来说保密性会更高一些 不要找他 你需要的话我给你安排 不 这种我要自己找 小栗子今天跟在丽锦身边警惕了好久 这会儿全然放心地躺在了后座上呼呼大睡 对了 于千凡 你家的狗居然会上厕所 哇塞 你怎么做到的 就自然而然呢 我养什么都能养得很好 所以养你也能养得很好 臭闲犯什么呀 欺负我养什么死什么是吗 丽锦在自己家里住了一周 听说李颖从医院重新住回了家里 他在画室里面对着妈妈留下来的话说 妈妈 这次再回去 我就真的是去做个了断了 关于您的笔记本 这一次 我就要做最后一次豪赌了 保佑我吧 丽锦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地走出房间 他锁上门 连夜开车去了丽家 和上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力量也在 爸爸 爸爸 李锦他之前都不给我饭吃啊 是这样吗 李锦 我和你说过的吧 不管你在裴家怎么得意 李家 是老子说了算 可是妹妹 把送进去的东西 都倒掉了 还扬言说 要砍掉大家的腿 和他一起受这份痛苦 我只是让他冷静一下 爸爸 你的新项目 要开始了吧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也不想回家的时候 听见的 就是摔碗筷的声音 还有自己女儿 诅咒全家人的声音吧 我哪里诅咒全 王妈 自从那次之后 二小姐是不是 就知道了 粮食的可贵了 是的 大小姐 从那次之后 二小姐嘴里 是不是再也没有 不干净的话了 是的 大小姐 这样就对了 蛋蛋妹妹 以后吃住 都要用着家里的 爸爸肯定也不指望 你这个样子 去嫁人了 怎么能浪费呢 你砸掉的 那些鲍鱼啊 参汤啊 都是用大把大把的 钱买的 爸爸 我累了 先上楼了 立即眼神 都没有给众人一眼 自顾自地上楼 到了楼上之后 他还能听见 力量和李淡淡 说话的声音 大概就是 让他不要浪费 还有李淡淡的哭声 立即轻笑了一声 他拿起了另一个手机 按下了通话键